不好的公司被歧视打败 就像这个COVID-19也是一样 好的公司克服歧视的干扰 顶尖的公司驾驭歧视和壮大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请义之旅 我是高玉 今天很高兴我们来到台中 位于南屯区的玉民汽车公司 拜访高金峰董事长 请董事长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 我们是玉民汽车 我是高金峰 在这里给各位请来 刚才董事长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简报 然后特别有介绍这个红鸟的这个习信 因为它会领袖带队 然后帮助整个团队一起在这个飞行中 能够减轻大家的这个阻力 我看到你们除了这个红燕的logo以下 你的英文的名字叫做Unpower Unpower 意思就是给力 所以其实这20年中 你们这样子的一个logo 其实对你们在整个的经营上头 给了些什么力 这个我们公司经营 它是第一个我们讲究一个厌警 对员工诉求厌警 因为人他如果说这个没有一种厌警的话 他是没有工作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每年都弄了一个厌警图 这个厌警图我们把它挂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大礼堂 就是我们会议中心 我们这些员工 这些主管每个月 他都会来这边开几次的会议 他每一次来就看到这个图 他就会有重新得力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10年来 我们每年都有依照我们的预测 然后把这个市场 这一个把这个评比以后 我们说今年要朝哪方面来走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厌警图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常讲说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我们把厌警图放在那里 大家一看了就知道说 我们今年努力的方向是朝哪方面的 这我已经试了10年了 所以在10年里面 我们公司跟前益隆日产的经销商 我们有9家 我们10年里面有7次拿到第一名 太厉害了 我知道你在请了东海大学的魏元归教授 来帮助你们做经营哲学的这个教学 有管子老子孙武 大学中庸 旅试春秋 曹操管理哲学 论语 寻职 易经 好多 比那个中文本科系的学生还厉害 那我想要请教你 你的同事不会害怕上中文课吗 会不会打瞌睡 不会 这么厉害 我觉得我们公司教这些哲学 很奇怪的是 他越写 他越有兴趣 为什么医学也有兴趣呢 就是这有一个法把 就是说要为带领 我们这个魏元归老师 他接受我们的这个聘请 他来过去教这么久 教这快20年了 然后他每次来讲一讲以后 最后一节课是由我指持 而主持 然后我就请我们这个干部 发表感言 你今天听到了什么 是 所以我们这么久以来 我们夸觉他们 他们越来越上到 他们这个发表 我们讲比如说是易经来讲 这一次他讲这个阵挂 这个老师他很会选择 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不是全球性的 就是COVID-19 大家都混不好 到老师选这个挂 震挂就是地震这个震 这个就是突然间来这种情形 大家还震动以后 你们公司如何来面对 这里面易经就给你教六个方法 他因为有六窑 你就照这个方法来做 然后他讲了以后 我们就请三位来分享 我要譬如说他讲得到说这个震挂的精神 就是震兮兮 就是震下去了 你会就是晃动 或者就晃动 就是会惊慌 他说要叫你要怎么做 他都会这样讲 然后我们的那个祭典经理 他们就会来发表说 他面对这种情形 里面哪一个摇的特别有印象 就是分享他的经过 董事长要不要告诉我们那个六个窑 你只要讲三个就好了 也让其他人能够分享一下 你们的配方 这个六个窑 因为我现在手边没有吃掉 没关系 你记得了 我在讲说 他说你不用去多紧张 这个振挂 他叫我们说你必须要稳定下来 然后我们从这个稳定下来 中央团结 把团队的力量 对 团队的力量来克服他 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 对 他们都是在讲 他说 没有不可以打仗的兵 只有不会带兵的将 一个好的将领 能够把同一批兵带成梦幻团队 在这个古典文学的这个学习上面 实际上帮助大家怎么样来面对 怎么样来克服外在环境的难处 能够让你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 不影响你们的经营 让你们还能够连连都能够得第一 而且获利都能够成长 这个在我们歐斯年来 是 我们都相信一句话 宇宙万物的本质就是变 是 经营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艺术 唯有变了才能够创新才能够发展 那我们知道这个商场没有专家 是 只有赢家与输家 是 赢家与输家在转折点分出胜户 是 所以我们朝代的一个星体也是这样的 是 所以说你不随着时代的改变 你是没有办法来做处理的 所以我们经过这二十年来 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经营这个事业 它有两个敌人 一个敌人就是自己不努力 是 第二个就是被歧视所淘汰 是 所以这个歧视就是不好的公司 被歧视打败 就像这个COVID-19也是一样 它是一种歧视 好的公司啊 克服歧视的干扰 嗯 顶尖的公司啊 驾驭歧视 壮大 是 我常常 免利我们的员工 你不要怕歧视来 所以这个啊 这个就是在转折点上 我们必须要有努力 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转折点上 施加力量呢 这就要靠团队了 呀 这个为了团队能够能够克服这种难关 大家奇迹起来一个正面的能量啊 是 它才可以 所以我们常讲一个人啊 他可以跑到五块 嗯 一个团队啊才能走得更远 此时靠的是坚强的团队啊 才可以走出康庄大道 这个真的是我们公司这个宏愿团队的精神啊 是 在这边啊表露无疑 呀 我们不觉得说 市场啊 是受到紧缩 像今年 汽车业啊 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是 而且啊 又比往年要更好 对 预估啊 都没有车子卖了 预估啊 这个大家说四十五万台 是 这个也是一种奇迹啊 我想是 是这样的 所以 我也常讲啊 我也常讲说 这个走在这个荆棘的道路上啊 在痛苦的时候 没有训练跟忍耐啊 能够开出康庄大道 呀 英国啊 他有一个歌远说啊 处逆境要忍耐 处逆境要正向思考 我们不要啊 去这个反面思考 是 要正面来应对 这个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当我们同在一起 一起改变 一起更好 感谢Infinity 域名汽车的分享 好家庭联播网 与您开创共好时代 好家庭联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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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庭联播